大家好,我是茶米 今天是2020年5月15号周五 现在是上午的10点20分 室外的温度是0312度 天气是阴天 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说 这边住这个独栋啊 就是关于加拿大的窗户的这一块 加拿大的所有的窗户呢 都是这种形式的 就是半开 就是一半可以打活动的 另外一半是固定的 我所见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家也是这样的 每一年的夏期来临以前呢 我都需要就是讲 清洁一下所有的这些窗户 这个工作为什么要去做呢 第一个,因为它冬天啊 这个外面的是冷空气,很冷啊 里面是就是热的空气嘛 所以说这一面呢 时常会有水珠 水珠以后呢,搞到整个这个装备 全部都是有水的 所以说每天你都要去擦洗 所以说这个整个窗台啊 就是需要去做一个除霉点啊 这些工作要去清洁一下 另外呢,这个沙窗呢 那安装上去以前呢 因为是秋天把它卸下来的嘛 所以说呢,也要去清除一下这个上面的灰尘啊 什么的 再装上去 最重要的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台上的这些活动件啊 所有的活动件上面呢 你是去需要去做防锈的处理 这样会用的更久 它通过这里去摇的时候 它这个下面这个轨道 就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轮子啊 就往这个里面走 这边就是固定的 这个这个就往这边走 所以说它就会移过来 但是移过来移到这边的时候呢 大家看见了它这个吗 它这个是一定要靠着这个这个这个轮子的这个轮子的上面 它一个定位的一个塑料块在这上面 它过来以后呢,全部搞紧好 搞紧这其实还是没有没有锁匙嘛 这个锁匙就是通过这个来锁匙 它锁一下 它就全部下面一个胶垫就全部上面都已经全部就是密封了 第一个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跟这个位置是很很关键的一个一个位置 这个呢是这个里面这个 这个塑料条呢是管这根铁条的 这个呢是定位下面这个轨道的 大家看一下哈 你看进来你看 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 现在还没有到位 所以说它就会会顶住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将使命往上掰 像这个铁条这边 你看我现在把它紧出 好 从哪里你看 看 因为我这个一次没有锁住 所以说我就可以出来 但是有的人锁住了 它就使命摇 就很容易也是很容易坏的 这个就是往上锁 锁住了它这里有个斜度 大家看一下 那路台上这个就比较容易看清楚 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边就是这种斜面 它是这种斜面 但是这个想这个想对壳 而且坏的呢 最容易坏的呢 是这一种东西 大家看到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 它看见了这个 是吧 这个是一个斜度的 这样这个 过程这样勾进去 以后就锁定了 把它锁死 因为它为什么是要用 这种 塑料件呢 也就是讲 塑料件与塑料之间的 就有弹性嘛 但是这个上面就 就很容易就 就断嘛 你看这个这个也就是 已经是断了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是断了的 它是会出来的 你看上面这个 就没有断的 你看上面啊 它全部把它就是这样 管住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最容易坏的 也就是这个东西 这几个地方呢 是需要加油的 一个这个地方 一个拼轨的这个地方 还是这个轨道 这一块运动的 一定要去防修加油 这个呢 就要去注意这个 这个 尼龙这个滚轮 这里这个缺口啊 就是讲不要了出来了 假如不出来就是正确的 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假如说出来的话 它整个窗户就不能摇动 另外这个窑壁也需要去加一下油 这个孔也需要去加一下油 这个横杆呢 就是讲了 就是锁定的 一个锁定的横杆 这个横杆是一定是需要固定在这个塑料件里面的 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固定在塑料件里面 这个就已经供了一半 就已经出来了一半 所以说这个也要去买 它其实是应该是跟这个一样的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就把它卸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已经是断的 就已经是断断掉了 今天将这个我家的这个16个可活动的这个窗页啊 全部去那样搞好了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窗台上的这些美点啊 就是全部把它就是粘的全部清洗了一下 另外呢就把沙窗呢也全部就是清洗好了这些沙窗 嗯第三个呢就是检查了 所有的这个窗台的这个窗页的这个活动的这个 金属的部件 防锈啊也做了一下碰了一下WD D40 另外呢就检查了所有的这些就是窗 塑料件啊 看看有没有损坏 也有几个可能四个吧 四个损坏了的 所以说要去买 这样全部做下来呢 其实时间也不会很久一个多小时就全部去就搞定了 好吧今天我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另外请大家帮忙 关注分享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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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